謝謝主席,馬來有請部長 好,有請李部長 歡迎武安 部長你好,辛苦了,站到現在 今天早上啊,說 合一場是病聯不是重啟 我看了一個媒體的報導,它上面寫說 經濟部長李世光之所以強調,合一一號機不是重啟 而是病聯發電,是因為合一一號機 因為發生了燃料素脫落 然後停修在大修的階段,現在修復 只需要一道命令就可以病聯發電,而不是重啟 這個媒體的報導的內容,是不是你的本意 正不正確 對,跟委員報告,在那個部分 行政院已經不用重啟這樣的一個字眼 那用什麼字眼? 恢復運轉 用恢復運轉 我問你一下,台電公司5月18號 是不是有發文給原能會 跟委員報告這個是有發文 有發文給原能會嘛 那你們發文申請的阻止是什麼 提出這個 第一核能發電廠,一號機再啟動申請 所以是再啟動沒有錯嗎? 是再啟動 好,病聯以前還有什麼程序要走? 這個要申請再啟動,所以才能重啟反應爐嘛 然後呢? 反應爐出來,這個有熱出來之後就發電機嘛 發電機,測試這些都通過之後,就並臨發電 第一關是不是要先申請臨界? 申請臨界,要申請臨界 是嗎? 你們按照你們5月18號給的公文 是不是要先申請臨界? 申請臨界,對 按照核子反應器設施停止運轉後再啟動管制辦法 你們是按照第9條提出申請嗎? 是不是按照第9條提出申請? 你把公文再看清楚一點 是嗎? 不是按照第11條申請嗎? 第11條是申請並臨嘛 你如果沒有臨界 反應爐的水位沒有高達到設施到290度 轉數沒有到1800轉 你有辦法並臨嗎? 先申請臨界,對 先生請臨界 今天早上部長的發言是台電跟他講的嗎? 告訴他錯誤的資訊嗎? 這個第11條講的是這個 初次病年 初次病年是 今天早上部長那樣子講是誰教的? 沒有啦,因為部長喔 他不是在處理這個領域的 所以部長口誤啊 我完全可以了解 但是我覺得觀念要把它澄清 部長今天早上是誰教你這樣講的? 我想在這個 我們用病年發電的部分 講的是最後這個階段 到他整個病年到裡面去 對啊,所以我的問題很簡單嘛 你如果沒有申請臨界 沒有申請再啟動 你有辦法到病年的階段嗎? 你們自己給原人會的公文就 就講了是按照第9條提出申請的啊 我掌握的資訊應該沒有錯吧? 對,這是第9條 第9條,根據第9條 我上一次請你們台電 把有關於合一所有的文件送過來 我也請原人會做一樣的事情 送來的資料 就讀缺5月18號的那一紙公文 沒有關係啊 這個事情 我們以後慢慢再追究 本來這個禮拜三 要排原人會的人來 我資料全部都準備好了 但是結果今天 陳昭偉突然宣布 他禮拜三不排了 那因為今天主要是經濟部部長 我也不會為難部長 這不是你的主管單位 那不過你們接下來未來 幕僚在幫部長 準備一些資料的時候請注意啊 要不然的話你用這樣子的話術 會讓人家看破手腳 而且透過媒體的傳訊 在社會上面傳播錯誤的資訊 那我為什麼會強調這件事情啊 我要提醒 到今天所出來所有的評論 幾大報評論環團的聲明 過去關心核能安全的朋友 今天寫了相當多的評論 我相信部長跟台電的朋友 回去會一一掌握 我只要點出來一件事喔 長時間沒有運轉的機組重啟 跟一般的大修 重新啟動 兩者之間的管制標準一不一樣 有沒有去參考日本的經驗 那從日本的經驗可以學到什麼 這個我現在不會要台電回答 這個是我會跟原人會好好處理的事情 但是剛好這個禮拜三不在 但是我今天先宣布了題目 那請台電跟原人會自己回去好好處理 第二個我要問那個台電的董事長可以先請回 沒有關係 第二個喔 部長早上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很具體的問 有沒有人跟經濟部施壓 開放IC設計的事 沒有 確定沒有 沒有 所以是這個媒體的報導是錯的 跟委員報並沒有這樣的事情 都沒有這樣的事情 OK好 那就有關於聯發科在中國要賣子公司的申請案 給投審會沒有 跟委員報告 據我們了解他是在第四季才會去做相關的處理 所以應該不會那麼早 所以之前是先在媒體上面放消息嗎 測測水溫嗎 他應該是 就是他在簽訂協議的時候 他依照證券交易法 他就是必須要發布重大訊息 當初你允許他們 到中國那邊 去設立那家公司 投資的金額多少 是 是 美金5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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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現在 要出售的金額是多少 是美金6億 550萬 賣6億 是 這家公司什麼時候設立的 是 102年 然後到2016年的現在 550萬的投資可以賣到6億 是 投審會對於這樣子的金額 怎麼發生的 你們有沒有分析 這部分是 可能他這些 車用電子方面的 這些相關的 IC的相關設計上面 有比較大的一些突破 有之前有看過這樣子的案子嗎 4年的時間 550萬的投資可以賣6億 這個倒是 過去是比較少見 有看過嗎 有看過這樣的案子嗎 我們那個吳局長比較有一些經驗 我也不知道因為 這種科技的公司經過十幾年的時間 十幾年 他的價 十幾年 剛剛他在講2012才過去的 你們有聽到嗎 102年 2013才過去的 現在是2016年 三年的時間 550萬美金 投資現在可以賣到6億美金 對 因為科技公司事實上 就看他新創團隊 或者說跟他的這個客戶結合 我現在具體的問一個問題 反正審查案 還沒送到你們那邊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IC設計 禁止開放中資入股的這個立場 有沒有改變 現在沒有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改變嘛 那不管是業者透過公開 或者是私下的施壓 經濟部頂不頂得住壓力 任何的 任何的開放 前面都一定要經過程序 所以並不是說任何的關說可以影響 經濟部有沒有叫說 反對開放的業者 應該要出來說一些話 我們並沒有這樣說 沒有 所以今天媒體 包括一些教授 在評論的時候 都誤會了經濟部 經濟部從來沒有要 反對的業者出來講話 對不對 我們基本上持中立的立場 產業如果有需求 我們在適當的時機 我們會走相關的程序 但是我們並沒有去 跟相關的公協會 跟相關公司說要他們 主動出來做一些遊說 OK好 沒有關係喔 我們接下來會繼續的觀察 經濟部還有投審會 在這件事情上面的表現 欸 怎麼沒去 不好意思 我現在剩下最後一點時間喔 因為那天總質詢的時候啊 剛好部長不在 那我已經把我的問題啊 事實上很直接的 跟院長說明了齁 我第一個關切的事情啊 是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是本院要審查的 沒有錯 但是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這是行政部門要做的 那 新的政府 我已經說過了齁 過去的那個Z大於B啊 在過去黑箱服帽的審查過程當中 在公民社會所引發的爭議跟批判 我相信大家都記憶有心 新的政府針對於服帽 什麼時候 要進行衝擊影響評估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結果 針對哪一些產業 應該要繼續的簽 哪一些產業應該要做修正 哪一些產業應該要禁止 這些規劃什麼時候提得出來 報告委員 這個案子是上個禮拜 那個院長有說 他要重新評估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案子在院裡 是要由陸委會跟經濟部 哪個單位一起來主導 我要拜託經濟部 這次的評估好好做 不要再讓人家看笑話 如果最後出來的報告 還是Z大於B的話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接受 我們在上禮拜的政務會議裡面 其實已經提出這個議題 告訴全部的內閣 OK好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